但我们不断讲 3奈米到美国这么早就证实了 但是7奈米在高雄 也很早就告诉你暂时延后 台积电亲自讲 7奈米暂时延后 显然台积电也不太愿意 配合民进党去发布假新闻 施老师你来看一下 最近被抓出来 陈时中原来 他在高雄买了第一豪宅 国宴大厦 你有高雄的朋友吗 你知道吗 这栋很贵 很贵 高雄第一豪宅 可以看到海的 陈时中这个房子 放了9年10年 毛胚屋17楼 全装127坪 开价4580万 入手价是3980万 如果顺利卖出的话 哇咻一下 一转手大概就1000万左右 哇就要谈 但是被发现之后 目前已经下架 这个施老师怎么看 这个刚好这个时机点 有点像第一个选举 赶快卖一卖 那第二个呢 这个7奈米 就这个暂时延后宣布 马上被发现卖 当然这两者之间 有没有必然关系 不知道 但陈时中在台北市场 什么居住正义 等等之类的 这个大家就说是草房 这个一看就知道 不是自住 因为毛胚房 毛胚房放了9年 所以他鼻子很灵敏 鼻子很灵敏 他知道说台积电 可能没有着落了 那房地产这个东西 可能会落空了 OK好我想 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一个 一个所谓的没有用的学者 所以对房地产那个东西 其实不是很清楚 那些投资等等 你的新闻比 你是不是就闻到了中间的 不太寻常 我只能讲说 就是当然他牙医的水 那个薪水比我们高 又做政务官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老百姓能怎么样呢 OK 对比组就是高雄 对不对 现在这个台积电变成 这个民进党的选票提款机 本来不是说 这个7奈米要去高雄吗 就是开始有没有房价 涨涨涨涨涨 涨得不得了 然后现在呢 7奈米修一下 暂时延后 暂时延后 是不是一个比较和缓的说法 今天又告诉大家 28奈米已经发包了快讯 自由突然跳出来 大家想看的是高阶的呢 7奈米高雄暂时延后 但是美国 还没动工的3奈米 马上就可以 张忠谋亲自宣布 这个7奈米张忠谋 为什么不来亲自宣布一下呢 所以网友怎么说 就是房价崩了 美国3奈米高雄沦为气阴 遍地台积电 房价一直崩 对不对 反正不是说一线市 台湾一个线市 都要有一个台积电厂吗 哈 潮房地产 这样才28奈米 哈哈 那怎么潮了这么久 现在只有28奈米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